那面部呢,古人有一种像法,叫小人像法 就是说,你去看很有意思 这个地方圆圆的 就像是五行当中一个头 两只胳膊 这个脊梁骨 这儿呢,是两个腿 有这个法律文,他年纪大,他会慢慢清晰 然后,这个代表这个音部 下音 这是男人的想法 这个就是代表左哥,这个就是右 你是以自己的左右为准 不是说这个照相机 有的正照,有的反照,搞的人现在分不清左右 女人呢,也有这样说的 但是,就是说左右,他是想反的 这是一种说法 你可以去映射,有的时候也能准 还有一种呢,他是倒过来 这是头 然后,女人的阴霸,他这个两个胳膊向你收 这也是脊柱,这是代表两个乳部 胸部 然后这是两个头 就是很有意思 那,那他又代表什么呢 就是,你比如说你这眉毛,这边缺一点 就是,左臂有些地方有点问题 就是,或者是右腿 对吧 一个内一个外,一个男一个去对应 如果你这,有个智 你去看,你的这个身后,是不是刚好有个智 所以,这个为什么有人看你面前 就是让你身体长什么智 他不是说他有多厉害 这只是一种技巧 说实技巧也通天道 因为他是人,他是自然的一个 面部,他也代表全身体 这些都是,都是这个 一眼五星八卦都是 相依一对应的 所应万事万物 人的身体自然也在其中 这个就是可以映射一些脊胸 身体方面的,或者哪儿越是不痛 他自然会到那个时候就容易出问题 即时调整 还没有到的时候即时调整 如果你过了 那只能说是作为经验教训 也是有用 为什么晚点还要读书 一辈子不能摆火 而且为下辈子做准备 那都是一生一世 他有限 在几十年而已 所以说 但是你 我都不多说了 这个面部呢 基本上就这样 然后我们再补一节 因为前面有个审核没通过 这个 简单说说这个体相 身体呢 其实 头为主要的手 身体 也自然是说 手机指控 道理都是一样的 那个 你哪儿不对称 就即时调整 其实 哪儿不对称 就代表中间这儿 肯定里边有些微的不清晰 有的人你看 特别笔直 你看上去直的 但是 好像是给人的感觉那种气势不够 那他就是身体里的 还是有不通的地方 你这通了慢慢其他地方也不通 那当然你从外奥里调整也可以 但是这个 这是代表中线很重要 呃 身体呢 那有的人说说手相 有的是 甚至说脚相 虎人 也都看 体相 身姿 这些 走路的姿势 仪表 这些也都很重要 这些我们 也不太方便讲 就简单的你说吧 脖子呢 脖子呢 要跟这个脑袋 配合 不要脑袋大的 脖子不能细 脑袋小脖子太粗 也不好 就是代表甲木 这是乙木 它自己是连着的 这个猴杰